今年以来 美股跌幅大 连倍视为是通膨避险资产的黄金也跌了1% 加密货币也在崩盘 唯一静扬的就是油价暴涨了45% 但是已经有分析师喊出 如果经济走向衰退的话 油价可能腰斩 著名投资分析师预言 油价可能从高风价位腰斩 跌到每桶55美元 分析师大胆预测 2022年什么都遭遇卖压 这种情况可与1981年相提并论 那年石油生产国伊拉克和伊朗陷入两一战争 跟现今俄罗斯与乌克兰交战一样 联政会也是积极提高利率阴影 他指出 历史显示 经济衰退来袭时 油价没有不崩跌的 即使在1970年代停滞性通胀时期也一样 油价在1974年跌掉25% 衰退期间 油价跌幅尤其深 因为油价往往在景气降温前上涨 把脆弱的经济退入衰退 回头看2022年展望 分析师说 过去六波经济衰退期间 油价跌幅的中位数是60% 若以油价涨上每桶130美元高峰计算 未来油价可能跌到每桶55美元 他建议放空石油 股市投资人不妨减码石油股和挪威这类已重石油收入的股市 另一个将陷入危机的是铜价 铜博士现已跌入熊市 伦敦铜价上周五一度重挫3.6% 来到每吨7959美元 全球经济放缓担忧加深 导致工业金属市场暴跌 进一步沦落至熊市 目前铜价已创下十年最惨一季 由于铜被视为经济晴雨表 此时加深外界对于经济衰退发生可能性的忧虑 中天中望 这里报道